Yo,在这个风和日历的中午 我来到了Gasket Alley 今天呢,是来参加 敦伟Futuremate他和一个快跟植物品牌 联名的一个workshop 到底快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啦 so,可能我讲的东西是一半一半样子 so, bear with me, guys Moscow Hello 阿胜活的位 去到哪里都逃不过Burger 任性格 啊,今天要打马赛克吗 今天打一半啊,打一半 OK,现在才打一半呢 那说真的,我对快跟植物就不是很大的理解 but, you know, this time around they're doing this collab with futuremate they got some merchandise as well 一些周边商品 我们来请William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有什么周边商品 我们有准备了 画一根exhibition 一个limited edition的衣服 后面就是用了这个象牙公 然后我们推出两个颜色 Brown Olive 然后一个就是象牙色 Cream White的感觉 就成了 哦,所以它是Cream White一点 它不是那种超级白 诶 诶 不经意讲到 就很白的那一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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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盆 好像你要用你的植物跟那个盆 要换盆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盆去装着那些沙粒啊 那些土啊 就不会弄肮脏这样子啊 对对对 还有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我们也是用了这个Simili paper 然后就还有一个钥匙圈 那个钥匙圈是夜广 来我们找一道 好 ok 哇,很明显耶 刚才白色现在直接变青色 nice nice thank 谢谢VNM哥介绍 今天呢 等一下我们要讲什么 Slamapotanku 给我们准备了这几颗快更的食物 然后我选的就是这一个 菜头啊 菜头啊 菜头 菜头 现在我就要去选它的那个盆器 刚才中文有提到呢 这个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找的盆器也是这种吧 比较高一点 可以吗 可以哦 然后这个花瓶 这有一个Futuremate的logo在这里 一个三角形 这个呢 他们是和那个盆器的制作的这个品牌 叫做YTYF联名的 然后他们好像只是做了 就30个而已 然后我们来参加这个workshop 就已经15位人了 我拿到 诶我竟然选到18 很华人 有没有 我的已经做好了 还不错吧 看一下 罗森哥的长怎样 我的作品 nice 我们来参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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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聊这五条裤子吗 应该有五条裤子啦 工装类型的裤子 我平常会穿 会买的这些裤子啦 那既然讲他们是工装嘛 就是给你穿去工作 穿去做工的 so 价格和耐穿是一定要有的 Tikis啊 Ben Davis啊等等啊 都是属于工装类型的品牌嘛 这些裤子 它比较像 硬挺男子汉的感觉 alright so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那种裤子是 穿上去的时候 比较 比较硬啊 那个裤子看起来不会那么合身啊 又或者是软软的那一种 this is just my own preference man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我们就来聊这些裤子 first one that I got 我第一条要聊的裤子 其实就是Cahat的 这个是一条Double Knee的 丹宁Cahat的一条裤子啦 在Bangkok的Chart2Chart 买的 然后非常可惜的 我记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这个Chart2Chart的market 好像是已经关了 我不确定最近他们有没有开会 but few years ago I went there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人 在买这种所谓Vintage 或者是Triff so 我记得我当时候入手 这条裤子的价格 其实还蛮便宜的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70或80块马币吧 at that time I don't see that much of double knee pants in the market 因为我买的时候是二手的嘛 so you already know it's already very old 我讲真的我真的不懂 这条裤子是有多少个人穿过 看到很多部分这里呢 是有稍微的变黄的啊 因为你的手会直接插你的这个口袋嘛 其实还蛮有味道的 另外一点啊也是 就是这些你看得到这些白色的点啊 这些白色的点呢 其实是我之前在做一些project的时候 有用漂白水 然后自己不小心地道的 那我觉得这些不小心地道呢 反而会给你的裤子 带来你自己的个性 double knee pants workwear pants 真的是非常耐穿 我觉得这条裤子 easily还可以顶上10年 我觉得我这样子每天穿多一个10年 其实还能够顶的 那工装呢 很多时候你就要做工的时候 就会用到铁锤等等 这些东西嘛 so this thing right here is actually for you to put your hammer 虽然说这条裤子是直筒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裤脚那边 是有稍微的修小一点点 so其实穿上身的时候 就不会是直接很直的那一种 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WIP直线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mainline 挥出的产品 第二条裤子我们有的就是这一条 Ben Davis的一个OG Carpenter work pants 这条裤子呢 在马来西亚是买不到的 我不懂在别的国家 会不会很容易入手 在美国就一定很容易入手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showroom上班嘛 那showroom有一段时候 是有引进Ben Davis这个品牌的 so我那时候就和我老板 在做这个订单order form的时候 就订多一条40号腰的 就是给我自己穿的 为什么我会买它是一个 RAW denim的那一个布料嘛 就是它是没有经过任何洗水的 淡宁的布料 讲真的啦它穿上身就比较像 美国西岸那些所谓 饶舌歌手啊会穿的那种感觉 I just love that look you know and that's why I bought this pants 基本上旁边这里也是有给你挂 你这个hammer的这个设计啊 yeah pretty standard man another pockets here at the back and same as the Carpenter as well 这个Ben Davis的话就是有放上 他们自己的这个woven label established在1935年成立的这个 Plenty tough tagline 这条裤子说真的 它的剪裁就没有像刚才那一条 Carhart的那么好 它就是直接非常直筒 它的这个裤脚这里呢 是非常直的嘛 所以你穿一些鞋子 像converse charts的那一种啊 那你的裤子就会脱地 so我通常穿这些裤子的时候 我都会穿比较大双的鞋子 穿上去的时候 这个裤脚才不会拉到地上 other than that you know you can see Ben Davis的一些logo 在它的这个 Luting嘛 and then even他们的reverts啊 等等啊 都是有上这个 Ben Davis的logo right these are really dope also one thing that I realized 这些workwear pants 和普通的裤子的区别呢 他们旁边的车线啊 或者这里 上面这里呢 都是三条线的车线呢 so 三条线的车线就 比较耐穿啊 比较稳啊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会爆 so Plenty tough just like the tagline I think it fits through with the tagline this pants is easily one of my favorite let's move on to the third pants 第三条裤子 我自己在研发着的一条 Dunning workwear denim pants you know let's take out the Stussy belt right here 我之前呢 在做我自己品牌的一些裤子啊 衣服等等的时候 我会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很常做 sample size which is like M 或者 L 那所以这一次呢 我在研发这条长裤 Dunning的时候 我就特地和厂商讲说 要做回我自己的尺嘛 那我自己会每天穿 我才会test到讲说 诶有哪一点是要进步啊 还是有哪一点东西 是要去改善的 I'm not gonna lie man I really love these pants like for real for real 我不是赞我自己的产品啦 but so far I'm loving it 而且我很多时候 穿出去的时候 都会受到一些好评 有人会问我这条裤子 在哪里买的 这个布料呢 是16oz raw denim unwashed的 这个布子 然后旁边这里呢 是有salvaged的 Guys check this out This is the salvaged raw denim pants that I've been working on 如果大家不懂 什么是salvaged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 我在这条裤子 也是有坐上这个三条的车线 后面这里呢 也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就是有车上一个A和一个L啦 which stands for against slab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ladder tag这里啊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ladder tag的时候 我有特地放了一条线这样子 然后是给你写上你的名字的 我自己呢就把它写上了sdb 其他之后 我们也有很多努力 有很多小细节 这里呢我就有放上 get back to work 然后有一个QR code 然后这边呢 也有印上了我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吉祥物 叫做Aman的 然后这里就写上 againstworkwear 然后这里呢 我自己就有标上了 7月20号2021年 就是我那一天收到了这条裤子 直接上身穿了三个月之久 再接下来还有一些小细节 就是这边我的车上 against the embroidery 然后在这一个button上面啊 柳钉上面啊 其实全部都有against the logo and yeah even though 我一直在讲说 这条裤子有多好有多好 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做不好的 口袋真的是弄得太小了 我自己要伸手进去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 我每天这样子伸手进去 直到我的手都有一点痛的那种 真的不是夸张 那其实我穿的这条裤子有三个月之久啊 它还是没有什么fading啊 还是什么的 我对丹宁raw denim也没有讲说很大的了解啦 but based on my knowledge right is that你穿久了之后呢 它会慢慢就根据你每天的动作啊 像这里如果你每天是放一个钱包的话呢 慢慢它就会出现一个钱包的形状啊 又或者你每天坐下来的时候 你有折到你的裤子嘛 就会有慢慢的出现一些折线啊 you know 这也是为什么呢 大家会那么喜欢丹宁啊 尤其是raw denim的原因 我还不大确定什么时候会开始发售 mainly because of the price as well 大概是会在700到800马币左右 which is not really that cheap 我想说之后可能我会做一个预购preorder的方式啊 那可能我就会set大概在450左右 我不懂大家会不会愿意想要去preorder这条裤子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那我看反应ok的话 那我就应该会开这个preorder it's a really nice pants that i really like and i wear every damn day that um yeah Next one we got所谓的神裤 Dickey's 874 right here Dickey's 874这个裤子呢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解释的太多啦 I mean everyone that's into some sort of street fashion and all that they all know about the brand 我自己呢是在差不多五六年前就有开始买Dickey's的裤子嘛 那我自己最喜欢的cutting也就是他们这个874的cutting啦 那这条裤子其实是给我穿到非常非常的烂的 到现在呢其实它还蛮硬挺的 那我必须要讲的我一直讲硬挺硬挺硬挺嘛 Againster也好啊Ban Davis的也好啊 都是属于硬挺的 so你穿上身的时候呢 你会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就不会好像没有精神那种 so yeah man 硬挺的裤子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啦 穿上去的时候人看起来会比较精神啊 然后也看起来you know比较硬汉一点 874呢他们就写上original fit 它在大腿的部分是蛮宽的 但是去到这个裤管那边呢 是有稍微一点点的you know slim a little bit which is just nice everybody love that kind of look 我自己本身呢会把它这样子折啦 因为我觉得呢你这样子折呢 是会把他的那个裤子中间的那个折线啊 就是keep住那个折线 然后看起来会比较fresh一点 那我刚才提到我很多时候买的裤子都是 40号腰又或者38嘛 这条裤子呢我穿他的40号腰真的是 紧紧刚刚好完全没有什么空位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给你穿到比较高腰的啊 so如果你要穿上去更加的宽松的话 我会建议你买上大一码或大二码 那你平常穿28号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买29 30号腰这样子的这个对比啦 那除了他的这个尺寸要注意之外呢 就是他的这个in seam还有front rise啦 那front rise呢其实就是从你的这个腰部这里呢 直接去到你的这个垮下 那in seam的话呢就是从刚才这个垮下呢 直接去到你的裤脚这里的这个长度呢 就叫做in seam so如果你是非常注意这个裤子的长度的话呢 你在买的时候就一定要先注意这个in seam啦 那我们亚洲人呢通常比较矮的话 就自己买回来了 either这样子折起来又或者拿去改咯 alright so in seam that's how you measure the in seam and the front rise okay and other than that I actually brought the shorts as well I'll maybe do a short one next round 那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的Dickey's啊 Ben Davis啊非常可惜的在马来西亚 现阶段好像没有什么店在引入这些牌子 我不懂什么原因 but tonight I'll actually be visiting the guy that I found on Instagram I managed to found this guy right here 然后我就有pm了他一下 我今晚应该是会去他的店啊 如果他的店有开的话 maybe buy a new pair of pants 最后一条裤子要讲工装裤的话 我哪里可以少掉cargo pants啊 cargo pants是一定要的对吧 那这条裤子呢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工装品牌的裤子 它其实就是Uniqlo的这个裤子啦 然后他的这个是他们UUUU的支线 然后这条裤我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购入的 同样的这条裤子很多时候我上身啊 就会很多人问我 诶这条裤子在哪里买的这条裤子 然后我就会讲哦在17年买的 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 but I'm just saying like why do I like this pen so much 他的这个布料呢是用上尼龙的材质 而且是rip stock的rip stock 中文我不懂怎么讲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香港的时候 他们就讲道夫嘎 道夫嘎 rip stock的这个尼龙材质 可能很多人不大理解rip stock有什么好处 rip stock就会比一般的裤子来得更加的耐穿耐磨 就没有那么容易的会裂啊会爆 我穿了差不多四年之久耶 他还是蛮耐穿的 就撇开讲说他的颜色已经有稍微的decoloration啊 就因为我真的是穿了太久了 overall man this pen's fitting is just so so nice I gotta tell you that 有一点我还蛮注重的就是 你穿cargo裤子啊 你旁边的那个cargo pocket 其实是要比较大的 你就不可以只是刚刚好 It just look weird It just doesn't look as nice 这条裤子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穿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剪裁 他的fitting So他的这个front rise呢 其实是非常长的就是 你穿上去的时候就很躲很垮的那一种 他在他的这个裤子 腰部的部分是有上这个pleat 有上这个pleat呢 他其实是会帮你的身体 给做上稍微一点点的调整 That's the reason why when I put it on It just fits so nice man I wish Uniqlo They bring back another pants like this 我不懂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做这条裤子啦 如果等不及的话 那Againz应该就会自己做多一条了 So yeah man these are the pants that I always wear 这些都是工装的裤子 没有任何的hype啊 没有任何的designer piece等等的 就是我平常会再穿 我自己推荐给大家的 I don't know man next time maybe I'll show you guys the shortest version of them 其实我也是有买过几条所谓 比较工装的短裤啦 那大家喜不喜欢这支影片呢 喜欢的话麻烦点赞按赞 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